花莲盛安宫五号办理捐百米活动 由主委黄永玉代表捐赠百米给吉安乡境内 包括永安、稻乡、盛安、北苍四个村 由村长代表领取提供给村民有需要的民众使用 受赠单位也特别准备了感谢状 回赠感谢盛安宫的善心 多年来每个月都捐赠百米的盛安宫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过六月份起进乡团体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在母娘慈悲信仲美也捐赠相关物资 希望可以转正给需要照顾的民众 这个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 母娘慈悲 因为这次今年年初我们疫情的严重 刚好我们六月份疫情比较缓和 我们今年香客六月十三号香客回来的人数非常的多 尤其我们这次又一个春季活动 我们各方各个十方大德以及我们县政府 而且所坚振的民 我们回避社会 当然希望说 借着这个活动 大家能够共产胜其 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山公主任委员黄永玉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达到抛砖引玉效果 让大家一起来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让生活困苦的低收入户 还有弱势家庭可以得到帮忙 也让母娘慈悲的爱心发挥的更远更广 借刘明圣既然相报道